弹点X战情逆转位来历的那些配角变种人 第一位 闪烁 闪烁原名克拉里斯福格森 在设定里 闪烁的能力是可以通过时空扭曲制造出传送门 而这个传送门可以传送到他想到达的任意地点 不过这个传送门也有距离限制 其有效距离视月球到地球之间的距离 另外他还可以利用他制造传送门的能力 创造出小镖枪 并投射出去给敌人造成伤害 第二位 太阳黑子 太阳黑子原名罗伯托科斯塔 他的能力是吸收并储存太阳辐射 以此来提升身体的各方面能力 也能够将所吸收的能量释放出去 从而给敌人造成伤害 他还能够通过加热身体周围的气流 以此来达到飞行的效果 按照漫画的设定 太阳黑子甚至在晚上可以吸收月光来补充身体的能量 第三位 主教 主教原名卢卡斯·毕萧普 出生在一个未来地球1191的宇宙里 他的能力是可以吸收任何形式的能量 并将这些能量运用 以此来达到强化自身体质 耐力和自愈因子的作用 他最常使用的武器是一把可以转换他身体能量的枪 另外主教也是通过一个类似于电锁一样的时空穿梭器 才穿越回到现在的时间线的 第四位 真图 真图也被称为雷鸟或者追日 原名詹姆斯·普罗德斯达 真图的能力是拥有着超越普通人的超级体力 以及耐力等各方面身体素质 他擅长近身格斗 所使用的武器是由正经制成的金属刀 以上是电影里 戏份相对较多的配角变种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戏份较少的变种人 比如雷射眼的兄弟虫吉波 和可以通过身上的纹身符号 使对方产生不适的纹目 以及具有蛤蟆的各种特征 舌头能伸至超级长度的蛤蟆